继先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高志鹏提出公家机关废除悬挂国父一项之后 时代力量政党的新科立委林长佐也在立院质询时要求乔委会定义侨胞 希望将经费花在从台湾到海外的台桥而非华侨 这番言论引起了洛杉矶桥社的不满 罗沈中华会馆今天就召开记者会批评林长佐的这番言论 将一头长发绑成马尾的时代力量新科立委林长佐是闪林乐团的主唱 他在今年1月首次当选立法委员 由于他的立场是坚持捍卫台湾主权 因此他在立法院的执询言论也引起关注 近日他在执询侨委会委员长陈士奎时表示 侨委会的经费应该用于服务台湾在海外的台桥 而非广泛的华侨 这个说法让与中华民国政府亲近的洛杉矶传统桥社无法接受 我们华侨有我们华侨的能力 所有做的活动 所有细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 华侨自己出钱 还有在台湾有那个添加人物的时候 我们海外华侨也对他们的捐助 他们的救济 这是大家都在历史上大家都可以印清楚的 而在洛杉矶的台湾侨团也认为 这番言论会破坏传统桥社对于中华民国的向心力 不仅是海内海外 就是都能够让这一群继续支持中华民国 台湾的侨胞们能够继续的支持 我们不仅 因为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的海外的外交 其实外交直接间接都会很大的帮助 他们在桥界这么长久的扎根的影响力 我相信会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我们不要再孤立自己 要广纳这些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桥界认为台湾目前更需要的是经济民生的改善 而不是这些对于民众生活没有帮助的意识形态之争 我们下期再见